最后的决战日我国选手孙杨再次给了国人最大的惊喜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 孙杨一马当先以14分34秒14夺得金牌 不但成为中国男泳第一位双冠王 还一举打破了这个项目沉睡了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不用我们介绍了 万众最疼大家知道 今天登道者的主角出场了 孙杨是今年男子1500米世界排名第一 开始 这个对于我们的世界上师来讲呢 确实就难度比较大 就看他和孙杨这些距离拉得太大 从技术上来说孙杨这个技术确实是没得说 万花得躲 似乎孙杨就像一个高速的气体一样 孙杨要看世界纪录 哇这个纪录已经成功了 最后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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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 成功了 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主意孙杨 主意孙杨 2001年开始保持了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被东国人破掉了 东欧选手孙杨取得这项目冠军 并且唱到了新的世界纪录 前世纪录 以后 谢谢大家